這一次在整個保釣行動的過程當中 我們上了國際各大媒體了 這上去國際各大媒體不用花錢 而且形象是非常的好 成功的保釣行動 成功的保釣的宣傳 對 立剛你要知道 這一次的釣魚台風雲 讓台灣捍衛釣魚台的決心 形象都珠揚變色了 你知道過去很多人都覺得我們軟弱 可是這一次連大陸的玩意都說 台灣好樣的 另外還有什麼 你看看有這麼多的外國媒體 我們不用花半毛錢 不用花半毛錢 甚至也不用什麼奧博 不像之前南韓不是用什麼獨島是他們的 在奧運違規 因為那叫奧博 我們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讓中外媒體都報導 包括什麼呢 CNN 紐約時報 華爾街日報 BCC 還有這個所謂的金融時報 美日電訊報 都報導我們 而且都講我們很理性 有有有謀 75艘漁船去 然後平安回來 海巡署護航 你看看這些都不用花半毛錢 但立剛你一定會問我說 新聞報導不是本來就不用花錢嗎 錯 誰說的 你要知道啊 有很多人為了要宣誓釣魚島的主權 是要花錢買來登廣告才行的 還有人花錢買來登廣告 陳光彪 中國的首富大善人之前不是說 他登廣告啦 登廣告 他之前不是講嗎 開日本車 只要是我的粉絲 日本車被砸 你就來找我領補助對不對 對 界尾他為了要宣誓釣魚台 是主權是中國的 他就登廣告 他首先呢 在紐約時報花了錢等廣告 但是你買美國的報紙登 OK 美國敢登嘛 是不是 他竟然把主意動到了日本的報紙 而且我聽說這個報紙 還是一個不小的媒體喔 他說我要在日本的報紙登 釣魚桃主權是中國的 你覺得日本的報紙敢登嗎 敢登嗎 你想想看他如果登了不是被日本報紙 你是日監嗎 對不對 可是呢 有時候商人就是這樣子啦 這個殺頭的聲音還是有人做的 他講 沒關係 彪哥你給我幾百萬人民幣 喔 幾百萬 人民幣不是日幣囉 不是日幣喔 是人民幣 我就幫你登 好 你就知道說原來啊 你在釣魚台上面 在媒體的形 在國際的形象 媒體上面要做文章 是得花錢的喔 聽到鍾博這麼仔細的 把這些事情給介紹了一下 我們發現了 我們用了免費的宣傳 國際上面 我們的形象變得非常的良好 但是呢 在整個這件事件當中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背後一定有 要有勇 有謀之外 最重要的就在背後的謀略的部分 你要有一個好的沙盤推手 去推著他 整個這個兵棋布局跟推演之下 才能夠有達到一個完美的效果 沒有錯立剛 老實講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是一個成功完美的結果 但是大家殊不知啊 其實當時在第一線作業這些人員 當然從最高有國安單位統合這些單位 來一起擬定計畫 而且事前得到一些就是說 就是說諒解 就是說我們今天要達到什麼目的呢 本來計畫要登島的 OK OK 雙方各退一步 我們只要進到12海里處 就很迷人了對不對 就這樣打算了 結果呢 你那個其實老師講一句 海巡跟國防 這些單位還是擔心 為什麼擔心 你如果進到12海里之內 如果日本海上保安廳要強行逮捕你的話 這就會演變成擦槍走火 其實我可以告訴各位觀眾 這件事情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容易 從24號晚上出發了以後 第一個睡不著覺的是誰 就是海巡署的署長王靖旺 然後呢更要睡不著覺 而且真的整整30個鐘頭在海上沒有睡覺 連坐都沒有坐下來 是誰 就是這一次的 其實是海巡派在前線的指揮官 叫海洋巡訪總局的副局長李茂蓉 他就是坐著旗艦核心號 核心號是我們這一次行動最大的艦 他偶爾爬到船橋上看 哎呀 釣魚島出現沒有 還沒有 哎呀再下去 哎呀又看 哎呀還沒有又下去 等到天色為名的時候 就是凌晨了 天亮了 6點了 釣魚島已經再忘了 當時維持的半個鐘頭聯絡一次 跟國安單位 跟那個 就是說海巡署在這個 陸對上的那個應變中心 半小時聯絡一次 當早上7點的時候 最高同齡起床了 馬英九總統起來了 現在改成三分鐘聯絡一次 現在要回報 三分鐘之內 他要知道最具性迷移的漁船的 他的前進的狀況 以及海巡署護漁的狀況 每三分鐘聯絡一次 大家去想想 那是多麼頻繁你知道 終於到了早上8點 釣魚台再忘了 釣魚台再忘了 現在就報告 報告 最前面的一艘叫 永生106號 就是我們在畫面裡面 曾經見過的 曾被日本海上保養器的船 直接用水噴的那艘 永生106號 現在已經接近了 釣魚島了 已經到了多少 到了近到了 接近快三海里了 已經那麼近了 你知道嗎 日漸包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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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過了三分鐘以後 日漸噴水 日漸噴水 然後這些都還聽得到 可是日漸噴水這句話 一講完 聽不到了 為什麼 已經進行大規模的 就是互相用水泡互噴 對不對 那個時候整個船 跑在最前面的 我們的船 其實叫金門舰 核心號在後方 金門舰跟日本的 那個保養廳的船 其實互相噴水住的時候 永生106號在中間 其實搖晃得非常強烈 這個時候 無線電訊斷掉了 為什麼 因為搖晃得太厲害 海巡署長 王金黃說 喂 喂 怎麼沒有聲音 核心 核心回報 回報 我跟你講 在那個狀況之下 你知道嗎 後面的國安 就在應變中心的國安局 國安人員就丟了一句話 那句話丟出來多冷烈 你知道 海軍在哪裡 都已經問到這裡了 這是各位觀眾不曉得的地方 海軍的軍艦在哪裡 有聯絡海軍了嗎 然後 叽叽喳喳 不知道 不知道 趕快聯絡海軍 然後這個電訊就斷掉了 你知道 這個時候是早上8點多的時候 等到在恢復通訊的時候說 已經成功挺進到 離釣魚台只有2.1海里 我們現在已經放棄繞島 因為我們已經達成任務 所以海巡官兵決定護送 我們的蘇澳區漁會的 這70艘船回航 那時候接近9點了 這時候大家才鬆了一口氣 原來他們準備回航 已經成功達成任務 現在只剩下一件事情要做 什麼事情 因為應變中心的100多名官兵跟官員 通通沒有去尿尿 大家趕快排隊上廁所 所以我現在講的這個意思就是說 各位觀眾 其實這次成功的勇敢的登島舉動 後面有花了很多人付出的心血 不是那麼容易的 但是今天以和平的壯舉收場 真的值得信心 也應該恭喜他們 這次的保調行動來說 非常的成功 我們保調 我們呼籲了 日本派了誰來 派了特使來台灣了 可是層級低 姿態卻非常的高 廣告回來 告訴你